今天来教咱家的小奶猫吃腐蚀 先教他们吃这个煮熟的鸡胸肉丝啊 刚开始都会像黄桃这样 完全不觉得这是能吃的 掰开他的小嘴巴 塞进去 吐出来了 没关系 他已经尝到味道了 看有人这个想吃的冲动了 然后我们再喂一次 看这一次呢 已经想要吃了 但是他还不太会嚼 因为这个熟肉确实是比较难嚼的 再来一次 这次再弄短一点 这次成功的吃下去了 尝到味之后再放在他面前 他就会想吃了 他有点笨啊 不太会咬 主要也是熟肉确实四口性比生肉差 也比较难嚼 所以我们之前是用生肉的 他也不太饿吃了几口就跑了 我们换核桃啊 有吃的有吃的别走别走别走 完全不吃 看来是一点也不饿啊 先不理他 还是换个难度低点的吧 换猩猩这一窝 比较大容易焦 刚刚那两只把我蠢哭了 这只叫闪傻是一只米鲁特乳白长腿 咬签子还想傻猫 你捏着一起咬 嘿嘿嘿 这傻猫老师 连捏着 连着捏着一起咬 不要咬捏着 吃的差不多了 就教他在碗里吃饭 聪明的小朋友一下就学会了 然后我们再一个一个的教其他小猫咪